中楼怪人 被描绘得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神秘的氛围 齐维俄的建筑和神圣的氛围为故事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和神秘感 但是你知道巴黎圣母院 其实是世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 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畔 这座宏伟的教堂 鉴于十二世纪是中世纪哥德式建筑的一个杰作 也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哥特艺术是中世纪时期欧洲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 其发展跨越了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 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深受宗教哲学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展现出对神秘超自然和虔诚信仰的追求 哥特艺术在建筑 雕塑 绘画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 对后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 哥特式建筑的主要特点包括 高耸的尖塔 华丽的拱门和华丽的室温 哥特式建筑的花窗玻璃也是其独特之处 这些花窗玻璃通常具有精美的图案和色彩 常常描绘了宗教故事和圣经中的场景 这些玻璃窗不仅为建筑物增添了色彩和美感 还通过光线的折射 在室内营造出神圣而神秘的氛围 它们的建筑结构更加精细和复杂 采用了更多的拱形和支撑结构 使建筑物能够更高更大并且更加稳固 代表性的哥特式建筑除了巴黎圣母院 还有圣母百花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岛 这些建筑物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 其次 哥特式雕塑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哥特式建筑中雕刻作品主要用于教堂外墙的装饰 大多数位于神龛之上 雕像身材高挑站立在神龛中 并以直立呆板的医者强调建筑的垂直感 雕像的头部则具有不同的动态和表情 使人物栩栩如生 例如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等 此外 教堂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雕塑 包括圣母与圣英像 耶稣受难像等 这些雕像原本是彩绘的衣服和装饰丰富多彩 营造出天堂般复述和华丽的感觉 说到艺术风格当然不得不提到绘画 哥特式绘画是中世纪欧洲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 通常在教堂的壁画 彩绘玻璃和手抄本中展示 这些作品常常描绘了宗教故事和神话 以及天使圣徒和基督等神圣形象 哥特式绘画强调色彩的对比和构图的层次感 通过将前景中景和背景巧妙结合 营造出立体感和远近感 使画面更加生动和具有吸引力 哥特式绘画在技术上也有一些独特之处 画家们通常使用淡彩和湿壁画等技法来创作作品 这些技法能够使画作更加持久并且具有丰富的色彩效果 同时他们也善于利用细节和装饰来丰富作品的内容 通常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情感表达 给人一种神圣而肃穆的感觉 这种绘画风格在12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各地都有发展 展现了人们对神圣和信仰的虔诚追求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氛围和价值观 使之更具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哥特艺术也启发了文学作品 其中小说就是一种特别的文学类型 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 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与中世纪神圣宗教主题的哥特艺术不同的是 这类小说常常探讨超自然现象恐怖和死亡等主题 并且以阴郁诡异的氛围和情节为特点 主要特征包括古堡 荒废的修道院或坟墓地 等古老建筑物作为故事背景 同时还有阴暗的人物幽灵或怪物的神秘元素 爱情和死亡丧尸和复仇等主题 这些元素共同创造了一种诡异阴沉的氛围 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和惊悚 著名的哥特小说包括 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 和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 这些作品都具有典型的哥特风格和主题 深受读者喜爱 并且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哥特小说也成为了 后来恐怖小说和惊悚小说的重要源头 继续影响着现代文学和文化 受到哥特小说启发的不只是恐怖主题 其中除了《科学怪人》 《德古拉》皆多次改变成电影 也有不少以哥特风格为主题的喜剧作品 如《阴间大火》是 阿达一族 当然也不乏浪漫的爱情剧 剪刀手爱德华 夜访吸血鬼 都是筷智人口的经典电影 现代的哥特文化 是一种拥有独特风格和价值观的次文化 它融合了古代哥特式艺术风格 与当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这种文化在音乐时尚 艺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通常被描述为暗黑浪漫和与众不同 现代的哥特文化在音乐方面有着显著的表现 哥特音乐通常以忧郁深沉和神秘的氛围为特征 其音乐风格涵盖了多种类型 包括哥特摇滚 哥特金属等 这些音乐形式常常以深沉的歌词 和悲伤的旋律来表达对生活 死亡和灵性等主题的探索 哥特文化在时尚和美学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表现 通常以黑色为主色调 并且强调个性化和独特性 这种风格包括了穿着黑色衣服 搭配银饰戴上黑色或者银色的装容等 同时哥特是时尚 也常常受到历史上哥特艺术风格的启发 例如尖头鞋花纹细节和复杂的事物等 虽然哥特艺术在现代的主流艺术教育中 已经渐渐势微 但它仍然在一些次文化和艺术圈子中保持着影响力 许多人仍然对哥特风格的建筑艺术和文学感兴趣 并将其作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当代艺术和流行文化中也可以在音乐时尚 看到哥特文化的踪迹 尽管哥特艺术在现代已经不再像中世纪那样盛行 但它仍然在艺术 文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许多人对哥特风格的建筑艺术和文学仍然感兴趣 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情感出口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击按赞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